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神他也是三望高手 他对每个角色都非常了解 毕竟这个布莱恩他属于大块头 不够灵活 但是伤害贼高 在EX模式加持下 我想他这个灵活就会得到一个改善 哦 现在布莱恩又开始了 前前C 前前C 下镇角两点进 铁头弓 好吧 杨神被拿下了 大概杨神下一个角色 第二个回合 杨神的夏二米 夏二米 开场中了一个都K 下中脚踢脚 空中摇摆 来一拳 一不小心又中这儿 哎哟 C 地复合 下青腿 你想过顶 来了 再来一发转腿 接个甲 下青脚追夹指领头 可以 反边大张 夏二米大闪耀 夏二米狂欢三连棒 那接下来看灯神的拉尔夫 其实啊 这是一场娱乐场 娱乐局 开场已经讲过了 今天灯神是要有意打抢反的哟 先提前预告一下 现在夏二米一枪过顶 踢脚来个脖 拉尔夫下青脚零 不在角落这一套连不上 况且现在灯神也没有满气 哎哟 夏二米也没有连上 什么情况 现在灯神满气了 那灯神要开始连了 拉尔夫空中一脚飞 拉尔夫踢 反摇接机枪拳 反摇宇宙欢迎 你渣呀 机枪拳再来一次宇宙欢迎 你渣呀 我赢了 你看 这几个宇宙欢迎还是正常伤害 才打这么点血 后面还真不掉血了 即便不强反打到后面都掉血很少了 暗黑雷光拳 夏二米距离不太够 接C的也接不上 现在又中了一发宇宙欢迎 乘马击跑拳 好 央神最后一个角色要现身 不会连灯神的板刺梁都用不到了吧 后面看 央神下一个角色 第四个回合 央神的真武 央神的真武 现在空中跳飞抢下招反而又被 机枪拳打到了 没见到灯神这个拉尔夫还挺饱 双机枪拳循环 空中一顶对手无法受伸再踢上一脚 暴个这银头 打满伤害 但是伤害实在太低了 两次CD摊跳 也打不了多少伤害 毕竟阳神拥有六级血 阳神干下的就不得了 灯神悬疗蹭蹭往下掉 哦 没了 看灯神最后一个板刺梁 第五个回合吧 板刺梁又要开始呕了呕了吗 今天如果板刺梁强法打伤害会累死他 呃 反变循环双读了图 后跳他也没接住 灯神在等待一个机会 那就是红血 经常看灯神比赛的都非常了解灯神啊 他如果想打抢反的时候 必定是要蹬红血 哦啦哦啦哦啦 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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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灯神他开始了 看上面的血量啊 阳神目前是不掉血量的 这就很尴尬了 一点都不掉 放大招都不掉 这就是灯神的抢反表演局啊 时间不走 血量不掉 那灯神你就一直打吧 打两千连 五千连都没有问题 只要不失误 别说五百连了 爱真是爱真是 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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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就前两招掉了一点点血啊 后面你看一滴都不掉了 这就很 让灯神很难受 很绝望啊 波 我接一个大波 走够可以摸 圣龙循环再接波 双波 爱真是 圣龙斩力拳 哦 杨神啊 杨神已经双手离开腰杆 没有任何操作了 灯神又搞满了一管气 欧啦 欧啦 255 可能要很轻松的实现了 今天 那就打吧 一直挡下去 CD两次 圣龙接波 斩猎拳 好 现在205连了 马上255 连招重置 255一口吧 好 又满一管气 爱真是爱真是 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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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这套再来一套 好 CDCD 神龙 斩猎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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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气 后面双龙一下双生龙 三生龙 下面的气槽又要满了 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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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猎拳继续中拳 忽利亚 其实想打一个完整的500连还是挺难打 咦 踢一脚 斩猎拳 搞满一管气 CD复合 霸王小后拳 两次霸王小后拳 一滴血 最后一击天地霸王拳送飞了羊神 接着看第二局 这局其实灯神是爽到的 只是没有进行一个500连的成功 释放 现在浅清手撂倒 斩猎拳 钉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啊 羊神还是利用他的灌酒 有刀是抓住了 对手可是没有打出什么高伤 又被琢磨打到 小飞踢飞翔角 打完以后 打完以后距离太近了 被灌晕这可就尴尬了 现在阵元在板边醉酒炮被踢连环 踢踢踢踢踢 好像中间少了一段啊 对 阵元大仙之前打出过三段醉酒炮被踢连环 羊神明显少了一段 可是羊神这一波秀灰光了 好吧 羊神修灰光 灯神打抢反 羊神今天是替代了八神女啊 羊灯组合 克里斯这是一个闪现操作 其实灯神对克里斯并没有那么熟悉 现在直接被阵元再搞晕了 搞晕之后先来一口大火喷发 双火 空中还可以弹跳 在地间醉酒炮被踢踢踢踢踢 灯神这一点血可能保不住了 在屏幕外面被终结掉了 灯神有点惨了这一局 第三个回合灯神的板翅良 板翅良这一局还能不能再次释放 噢了噢了噢了 板翅良集气 好集满了一管气 静元再直接就把他灌晕 灌晕之后板翅良等待洪雪加强反了 吹酒接壁杀 板边再吹酒 吹酒再接壁杀 双臂杀 噢了噢了噢了 板翅良强反了噢了 板翅良的500连在哪里 opening 第一次是大boss做够开魔 铁地烫号测 还是不吊血 灯神本当忙活 其实这个规则 灯神怎么打 好像也很难打赢 灯神可以试으로打 500连 对 板翅良 protected alongside connais 打到,这样再给一拳 诶,几期,再几期,搞晕啦 晕掉以后,醉酒泡杯特币和娃斯穿三啊 因为强反就交了,交强反以后灯神也无计可施啊,没办法 B翻来到1比1,我们来看第三局 第三局灯神用哈地伦,减一下吸血 空中乌鸦坐飞机转转转 咬到反身位置就开脸 空中摇摆,铁头功 都可以接一下两颗鸡仔身,杨神 大招接住,不给灯神吸血的机会 先来一个大,然后接三连状,没有接三连状,而选择再扔一波 空中摇摆,你这个是接不住的 但是灯神,啊,灯神直接开大了 其实他不如接一个手刀,然后再开大 更稳妥一点啊 这样的话,灯神就很难再有一个吸血的机会了 空中两次在地,哎呀,还真吸到了 吸血 顶多再接一个大 哦,他接了一个人 摇摆 灯神能炸到一个超杀,这局就有戏 轻角三点四点超谁啊,跑跑戏,可以的 哇,灯神有黑光啊 好吧,灯神又把这个黑光给秀回来了 第二个回合,羊神的包子 好,包子先后跳 用积极的方式来引诱对手 这招真是屡试不爽啊,在高端局中也比较常用 我连续三次吸血,怎么情况 羊神上头了 再吸血 你不动我再吸血 手刀空中转转转,继续吸血 哎呀,大招呢 我坚信啊,灯神应该是大招没问出来 灯神这个哈迪伦 EXPS加持以后就这么灵活 手刀空中转转转 暈掉了已经啊 暈掉以后吸 空中再来一个吸 刚才躲一躲圆柱啊 很有灵性的躲圆柱 羊神仅剩一个雅典娜了 难道是这局灯神的板子凉叶 不用要出马了吗 又要 现在雅典娜先来一个cd 准备一招带走了 啊,又要吸 雅典娜我看要交强反了 这样下去 吸 落地剪一下继续吸 哦,失误了灯神 这一个失误不要紧 羊神要尖断 我操杀了 操杀莲 生龙来个波波 接cdcd接两次 衔接凤王之剑 哎 哎,反弹 乱舞 50多连也是666 60多连那就更秀了 空中闪光水晶波打满伤害 69连 灯神一滴血 啊晕了 70连刚好打晕 那后面就是羊神的秀了 连招秀 掉血也非常少 故意流一点血 羊神准备秀黑光了 吸上去黑光 闪现黑光 羊神又一个黑光 灯神你可要加油了 第四个回合 灯神的拆周 好,拆周开场就要挤满一颗气啊 气势很足 凤凰之剑凹一下 好,强制的一个吸 因为是防御反击 所以说羊神就没有连上去 他必须打一个高的伤害才可以 好,cd衔接 凤凰之剑 两次cd 闪过去接波 没有打出比基尼 很遗憾啊 好,灯神 板磁梁很快要出马 哎哟,一脚踢飞 凤凰之剑 后撤流一滴血来黑光了 吸,没骑住 猎火掌接大折腿 吸,骑住了 闪现,闪过时就有一个黑光 那看灯神最后个板子凉吧 央神联袖两发黑光了 总数是三发 灯神高满了一管气 cd接乱舞 啊,灯神很快要 红血 看这个情况 波尔接cd,cd两段 反身一反国父王之间板子要老了 噢啦噢啦 灯神这一局看能打多少连 难猜 so cool game 天地霸王拳 飞翔角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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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接战略拳 后面生龙再接波 波接cd,cd接一个战略拳 来,飞翔角一下 生龙砍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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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上二百连呢 看这个情况 一次 cd,cd后撤 生龙接波 生龙一下 双生龙 三生龙 三生龙失误 灯神又失误了 哎呀,灯神没有了抢反 只能束手就行 哎 应该是又想绣黑光啊,羊神 故意流了一滴血给灯神 但是不会被灯神翻盘吧 羊神貌似也抢反了 把他拨给飞 耶 灯神想跑没跑掉 好,战狗水晶波 羊神2比1 稳稳拿下 好,战狗水晶 好,战狗水晶 已经 boss了 好,战狗水晶 倒入彩箴 和之役 西洋公主 南部 南部 西洋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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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